三十 细念 功德 礼 尊敬的 最同修 最护法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再借这个佛妻的姻缘 再一次啊 再来给大家学习 习讲这个中风 果施 三十 细念 法事 如果啊 有讲到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多多指点 因为我们都在一起学习 其实啊 我们这个礼堂呢 气氛啊 是很好 再加上啊 人事 又配合 那这个念佛啊 我相信啊 会得到利益 不仅是我们 无形的众生啊 他们也会发喜 师父呢 最近啊 刚刚回来澳洲 离开 将近啊 两个月 我发现啊 现在这个社会啊 无论是人事 物质 生活环境啊 变化的太快了 死在讲啊 跟不上了 不但变化的太快 从人事来看 物质 生活的环境啊 我也发现啊 这些的外面的诱惑啊 那个力量啊 太大了 那我们一不留神 那就被迷了 进不去考验了 真的不容易啊 变化的太快 因为师父这两年半啊 都在学里 大部分啊 都是在家里 有空啊 出去公园走一走 散散步 有空啊 来到我们这个学会 跟大家一起共修 讲经 有时候啊 除此之外 有时候到我们的 周医师那边 真真究 除此之外啊 都很少 有空啊 到商场去买点菜 买点水果 自己煮菜啊 洗碗啊 打扫啊 每天都是这样的 生活很清淡 很简单 需要的不多啊 需要的不多啊 其实 过得非常的简单 房间睡了 小小的一个房间 每天啊 读经 看书 念佛 你看 你看 一回去 诱惑啊 太严重了 所以说实在的 我们啊 在这个环境 在这个环境当中啊 想要修行成就啊 如果没有 好的老师 在旁边的指点 再加上自己的悟性 不高 再加上的警惕心 不高啊 容易就被迷了 一塌糊涂 所以说实在的 所以经不能少诵 佛不能少念 听经不能少听 这样才能够 不断的天天 来警惕自己 提醒自己 我这一生的方向 我这一生的目标 我将来的人生 是怎样走的 我的人生是如何的 才能够稳定啊 才不会走错的方向 那如果 我们把这一生 错过了 那就真的很可惜 所以我常常啊 在这个学习讲经当中啊 很简单的 常常跟大家来说啊 该看破的 赶紧看破 他该放下的 赶紧放下 因为这个人生的 因为这个人生 无常啊 国土脆弱 无常一到 我们谁也做不了主 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啊 我常常告诉大家 在这个世上 啥都带不走的 什么都带不走的 那如果有一天 我们说明到了 赶紧跟着 阿弥陀佛去了 好好在西方极乐世界 比什么更重要 比什么都好 我们这个世上啊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只是暂时而已 没必要 故意执着 能够看得破的 尽量看破 能够放得下的 尽量放下 不要把我们的烦恼 种种的 这些放在你的心上 没必要 所以这个啊 我发现 因为我回去 这两个月 是因为我父亲 往生一周年 给我父亲 做了两长的生死许念 非常的发喜 再加上啊 你看回去 又参加 学校的开幕典礼 又参加这个 三坛大戒 就是有一些青年团的 发心出家 来为他传这个 比丘菩萨戒 非常的 很多时间 都在忙 为大众服务 处事 待人觉悟 那在这个环境里面呢 我们能不能放过失呢 那就避免不了了 所以 不断地 天天要反省 要检讨 不要让这个过失 变成我们将来的障碍 念佛的障碍 往生 西方级的世界的障碍 那真的很可惜 这个就是 简单给大家 这两个月 回到印度尼西亚 我去做什么 天天真的很忙 所以 很多 过去 有一些同学 曾经问我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可能过去 我有曾经讲过了 但是也可以做一个提醒 有一些同学问一个问题 他说 师父 释迦牟尼佛留下给我们 所讲的经有八万四千法门 而这个八万四千法门 所教学的最高的境界 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呢 那我今天问大家 佛法修学最高的境界 是什么 什么呢 这个师父要跟大家分享 你们也要跟师父分享 我们大家都是在学习的 同参道友 或者是跟你们区别在哪里 师父穿个袈裟 剃个头 比你们高里等 这个是不一样 所以以后你们出家 跟我们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 这个学习 这个佛法 我们一定要 知道它的原则 我们今天来发心学习 我要学习来发心 对于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那佛法学习最高的境界 建立在什么地方 因为这个答案 每一个人的答案 一点不一样 但是 我们一定要知道 能够清楚这一点 下一步我们写佛就容易了 念佛就容易得力 那我们今天学佛 最高的境界建立在什么地方 很多人说师父 我学佛 我要成佛 这个答案对不对 当然对啊 你看阿弥陀佛 在这个他的老师面前 世间自在王如来 老师问法杖比丘 你出家为了什么 直接了当告诉老师 我要成佛 而且 有超过十方诸佛如来 这种的志向 太了不起了 但是现在 问题不是在这个地方 你说我要成佛 答案当然对啊 但是人都做不好 怎么能够成佛呢 所以我只能 只有一个答案 我就告诉大家 佛法最高的经济 在那里 你能不能离 离 离 这个所指的 就是财 赦明 十岁 你能不能有这个能力 去避免 去离开 因为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六道轮回的根源 众生的烦恼 的根源从哪里来的 从这个来的啊 所以不容易 修行真的很不容易 在这个环境 你没有一个老师 在旁边的指点 再加上自己的悟性不高 根性也不高 你要离开你的欲望 行吗 不可能 但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起码你要减少 你自己的欲望 你要克服你的欲望 烦恼就清了 烦恼清了 你的智慧啊 当然就开了嘛 所以尊敬的这些同修大德 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为什么人活得很辛苦 在一切处一切是无法 幸福自在的 就是他的内心那个欲望 从来没有持尽的 随着这个欲望 一直在追求 这个欲望从来没有持尽的 没有尽头的 所以人活得很辛苦 就是这个原因了 所以尊敬的这些同修大德 我们在这个修行当中 在这个环境 在这个人世 在这个物质生活里面 你没有一个好好的善知识 再加上自己的用功 一下子就被迷了 今天你想一想 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呢 所以啊 师父最近回到印尼 遇到一个初学佛的人 他说师父 这个环境太恶劣了 这个生活的环境 诱惑太大了 今天我们 师父向我们要念阿弥陀佛 那我们念阿弥陀佛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我今天问大家 你今天念阿弥陀佛 是为了什么 怎么成佛啊 你自己要知道啊 我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啊 我问你们啊 虽然这个道理很简单 是一位初学佛的 刚我在吃饭的时候 他起了这个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 师父 师父常常劝导我们 我们要念阿弥陀佛 把你的心 不要放在你的烦恼 不要放在你的喜气 要把你的心放在这个阿弥陀佛 那我今天念阿弥陀佛 我阿弥陀佛念的目的是什么 很简单的问题啊 那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是什么 我们今天就是简单的来讲一讲话嘛 因为今天又跟大家来继续讲这个三十系列 那我今天来问大家 他问我 我来问你们啊 我们今天要讨讨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要讨讨阿弥陀佛 目的是什么 如果这个问题 也问我们的 印尼的那些同学 有一些同学友们 跟我讲了什么 师父 我念今天阿弥陀佛 将来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对不对 当然对啊 但是对一个初学佛的来讲呢 听到这一句话呢 等于是什么 等于要结束他的生命了 动不动都要往生西方几个世界 不是等于叫我们去死了吗 你说对不对呢 当然我们的方向目的当然是对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往生西方几个世界靠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没有别的 就是恢复你们的清净心而已 没有啊 没有别的 把你的自信本来清净的恢复了 因为我们的诱惑迷了太久了 流浪的太久了 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已经流浪太久了 为什么会流浪 无法超越六道轮回 无法离苦得乐 什么样的原因 把你的自信本来是清净了 忘了干干净净了 所以今天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是一个手段 把我们的生悦回复清净 把我们的口业回复清净 把我们的念头回复清净 用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 没有别了 你今天获得阿弥陀佛的功德利益 那怎么念来 你的心清净而念来的吗 今天我们能不能往生西方净的世界 我们在经上看到了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弥陀敏号的功德 功德建立在哪里 始念毕生 始念毕生建立在哪里 你心有没有清净 你心清净了 一念 也能够往生西方净土 你心不清净 就算你念一天的一万声 十万声 无论你怎么念阿弥陀佛 你只是跟阿弥陀佛接个月 修点福报 帮助不了什么事 那心不清净吗 因为往生西方净土 这靠心进来 所以 有时候 我们问问我们自己 我今天念阿弥陀佛是什么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方向是什么 你没有把它搞清楚 你那个念佛的力道 念不出来 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现在 念佛的人多 真正成就的 获得利益的人很少 没有把那个根 真正找出来 今天你念佛 我为了要回复我的清净心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那个心不会容易动摇的 不容易被迷惑了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看到什么样的 对于人事物质生活的环境 第二个念头出来都是阿弥陀佛了 那说明你这个境界 值得告诉你这个 将来往生西方净土 你有把握了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 除世待人觉悟 在一切事 一切时 你就过得很幸福 过得很自在 无论你今天吃的是什么样的菜 你会感觉很快乐 今天无论你住的什么样的房子 这个房子就算很小 你也过得很心安 就算今天我们吃的清茶淡饭 你会感觉 你所吃的都是很好的味道 很好的美味 为什么 心里面嘛 所以啊 这个就是简单 给大家来一个介绍 说实在的 师父这两个月回到印度尼西亚 发现啊 那边的诱惑太大了 还是赶紧回来欧洲吧 回来欧洲好好来学习 补充补充自己一下 来充电 不然一下子被迷了 说实在的 跟你们站一起 真的很好 你们大家都是我的长辈 对不对 是不是啊 为什么不敢讲话 你们都是我的长辈嘛 米饭吃我比我多 对不对 年龄比我大 跟你们在一起呢 都是看到好像看到母亲一样 看到男人好像看到父亲一样 大家一起来共修 一起来念佛 所以啊 昨天 刚刚下飞机 电话一来 还没住 一个星期 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 有时候呢 说实在的 说实在的 真的 师父回去啊 几乎都躲在三楼 师父的佛堂啊 有三层楼 我住的是三层楼 第三层楼的 几乎都在上面 如果 除非有一些重要的 师父再下来 像我们 像我的道场啊 这个隔壁啊 隔壁 重新 再做那个 万姓祖先纪念堂 万姓祖先 因为以后啊 又提倡 这个祭祖 让我们人啊 不能忘本 所以重新 再装修 所以啊 有一个 那个百家姓的会长 印尼的百家姓 百家姓的会长 他见到我的时候 问我师父你在忙什么 我在装修这一个 在建这一个 做什么 万姓 他说万姓 他吓了一跳 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过的 有万姓的 因为我们做出来 那个万姓祖先纪念堂 总共有两万多的 这个我们的中华万姓 有两万多 将来每一年清明 要祭祖 就是说 把这些的 百家姓的 全印尼的 或者这些华人 全部通通 祭在一起 我们来办这个祭祖 让这个年轻人 让这个社会 让这个国家 让这个民主 不能忘本 就是忙这个 除了这个地外 几乎都在上面 讲经念佛才下来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 真的说实在的 常常要警惕自己 要提醒自己 不然的话 一下子就被迷了 迷了哪来不造业呢 对不对 所以你们修得比我好 所以跟你们在一起 一起学习 一起修行 其实也是在帮助我自己 这个简单 来给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介绍 我们佛期 最后有三天的三十信念 这个三十信念 我们大家都很熟 所以上一次 我已经给大家介绍 这个中风果实 在这个三十信念 每一时的开示 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中风果实在这个三十信念 从第一时到第三时 每一时都不断地 都劝导我们一切的众生 你要应当发愿 就是叫我们要发愿 发愿哪里呢 发愿叫我们要将来求生净土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他不断地从第一时 第二时到第三时 不断地都在劝导我们这个 你要发愿 你要建立 对阿弥陀佛的信心 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 你要相信 这个人生是无常的 这个人生是苦的 所以中风果实在这个三十信念 从第一时 第二时 第三时 不断地提醒我们众生 一切众生 要赶紧觉悟 赶快觉悟 因为这个人生是无常的 今天我们已经遇到这个法门了 稀有难逢的一天 我们遇到了 不要再等了 赶紧抓住 不要让这个机会错过了 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 在这个六道里面 已经流浪的太久 五量节以来 生生世世啊 都在流浪了 现在我们遇到了 看到了这个希望了 看到了这样的殊胜 赶紧又发愿 建立自己的愿望 这个中风果实 在这个三十信念 不断地都在迁倒 而且也为我们介绍 西方极乐世界的 是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西方极乐世界的庄园 庄园在哪里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常常听到 西方极乐世界 非常的美好 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它的庄园在哪里 释迦牟尼佛 在经上明确地告诉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 从它的人事 物质 生活 学习的环境 那个环境就超过 十方诸佛的差度 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但是很多人听了 有时候把它简单地忽略了 你看 你想一想 中风果实讲 从环境来讲 从环境 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 跟我们这个比较比 那个无法相比的 不要说我们这个环境 连十方一切 诸佛的差度 是无比的 是无法去相比的 你看从这个环境来讲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天天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过什么样的日子 你们可以去看 我们要相信 释迦牟尼佛在经上 所讲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过什么样的生活 他们在那边 是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在这边担心 有一天 人避免不了 有生老病死 西方极乐世界 没必要 再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生老病死 在那个环境 我们每天都看到老人 人老了 有劳苦 人一病 有病苦 人一死 有死 死之别 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没有那个环境 从人世来看 西方极乐世界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诸善善人聚会一处 我们所相处的 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周围 我们的旁边 那不是一般的人 都是阿弥陀佛 观音世智 死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是跟我们在一起 在这个环境里面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 学习的环境 真的超过死方诸佛国土 在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相比 没办法是相比的 所以不断地为我们介绍 西方极乐世界 真的是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赶紧发心 将来离开这个世界 好好发源到西方净土 因为这个地方 说实在的 无论今天你有多好 无论今天你有多美好 无论今天你有多少的财富 无论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只是一种暂时的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永恒的 跟这个边争比 那真的是不一样的 不仅仅这样 中风果实在这个三十七年 也为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功德 确实真的 具足无量无边 种种的功德 这句阿弥陀佛的功德 是无法去计算的 无法用语言来为我们介绍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什么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建立在哪里 建立在哪里呢 建立在哪里 最主要的 这个法门 西方极乐世界 能够超过十方岔土 它的功德 建立在什么地方 始练毕生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不用断烦恼 也不用消业障 只要你克服 你能够烦恼 你把你的心 放在阿弥陀佛身上 就算一念 你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经商也告诉我们 你的左手在五间地狱 你的右手还在这个世界 造了五逆十恶 只要你那个心肯忏悔 肯改过 相信 发愿 真的有阿弥陀佛 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 你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算一念十念 也能够得生净土 你想一想 谁能够相信这个道理呢 很少 所以中风果是在这个三十七年 从第一时 第二时 第三时 不断地以这句阿弥陀佛的功德 为中心 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而且这个功德是第一个 第二呢 告诉我们什么功德呢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大家都知道 必定成佛 死方诸佛国土没有的 所以尊敬的主意统修大德 既然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既然中风果是都是饶着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为中心 那说明阿弥陀佛跟我们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呢 密不可分啊 那既然密不可分 关键在哪里呢 路已经为我们铺了 已经为我们介绍了 已经为我们开了 现在关键在你自己本身 你自己本身要该怎么做呢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看到你自己的怎么样 是善用你的心 看你怎么用心了 关键在这个地方而已 你真的很用心 在修行 你真的很善用你的心 就算一记阿弥陀佛 也能够帮助你 累苦得乐 超越六道轮回 真的你善用你的心 就算一记佛法 也能够让你终生受用 今天如果你不懂得善用你的心 不用心真的去学习 就算你天天读经 就算你天天念佛 就算你天天听经 就算善知识在你的旁边 就算我们今天师父上人在你的周围 你能不能成就 也没办法成就的 浪费我们自己的时间 浪费我们自己的生命 人生真的无常 今天我们在聚会 在这个地方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 已经不是一般的人了 你要好好用你的心 怎么用心呢 那关键是你自己了 将来能不能往生西方净土 将来你能不能得到幸福 将来你在这个社会上 能不能过得心安理得 关键在你那个用心要正确 用心正确了 那个功德 那个力量 那个不可思议的 是真的 所以中风果师在这个地方 不断地劝导 就是告诉我们这一桩世界 所以整个三十七年一展开 都是讲这一桩事 关键是你怎么用心 用心对了 真的 功德不可思议 就算我们这个 做三十七年 那这个功德利益 真的不可思议 如果做一个三十七年 分别那一个 分别这一个 分别这个法师 分别那个法师 就算这个法师 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或者中风果师再来 做这个法会 你所得到的利益也有限 所以那个用心很重要的 你要明白 所以释迦牟尼佛太了不起了 怎么了不起呢 一切法唯心造 一切法重新降生 你想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出现了 你想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出现了 你想你的烦恼 烦恼就出现了 一切唯心造 所以你把这个原则 抓住了 一切唯心造 哪来不成佛呢 所以观无量寿经 讲得非常好 似心似佛 似心作佛 道理就是这个地方 但是众生不相信 佛也没办法 讲来讲去 讲到最后 还是随缘吧 对不对 不勉强 像师父这一次回去 也劝到几个老人家 他来找我 跟我讲 师父 你两年半了 为什么不回来 一直住在澳洲 讲了一大堆 不要讲 劝他 有没有念佛呀 那个等一下再念 他几岁还不念 他等到什么时候 那个以后再念 现在几岁了 都七十八了 他等几年 走路 也没有力气 还有一个 用那个轮椅坐着 我来帮他推 好多人看到 看到师父推那些老人 用轮椅 推到那个万幸祖先纪念堂 然后推到那个 我们的大雄宝殿 推到我们的孝恩堂 要推到我们的 那个弟子规的那个教室 很多 很多人看到师父 这个是谁呀 你看 都已经这样 劝他念阿弥陀佛 他跟我讲 在等几年吧 七十八岁了 你想一想 你看 那个释迦牟陀佛 明确地告诉我们 现在的人 人的寿命平均 大概七十五岁 他超过七十五岁 说明那个是你的福报 这个真的 你还不赶紧 所以我们的道场 平常每一天晚上做网课 常常送什么 普行 这个警钟剧 死日已过 常常提醒自己的 所以 今天你们说明 你们的岁月也几岁了 你们自己去衡量自己一下 超过那个七十五的 说明那个是你赚到了 你阿弥陀佛赚到了 说实在的 就是真的 所以我常常讲 我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年轻人 算老人 什么样的算老人 要一百岁 九十岁以上的 才能够算老人 九十岁以下的 算年轻人 说对不对 对不对 真的 我看到我们澳洲的人 很多几乎都是长寿的 说明福报很好 有一些人 真的 你看师父 这些人回去印度尼加 去那个殡仪馆 往生的 四十几岁的 五十几岁的 六十几岁的 三十几岁的 你看 还要等吗 不能再等了 今天能够有因 有因缘赶快 有一句 有念佛 不要等到明天 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自己真的不知道 所以 好好珍惜 我们这个生命 珍惜我们这个时光 因为时光 等于是我们的生命 浪费时光 等于浪费自己的生命 还要等明天吗 不要再等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来认真学习 好 我们看下面 中风果师 上一次 已经给大家 从这个世界 何眼称极乐 只因众苦不能轻 已经讲完了 到最后 中风果师 有一个祭颂 来为我们开示 那怎么开示呢 我们来看 风印 树树 清班业 相近 此时 世色化 好 我们领导这个地方 风云树树千半月 相近 此时 世色化 我们做三十语念的 念得很熟 对不对 这句话 一般 中风果师 在教学当中 常常用这个残疾 来表达这个佛法 我们的自信 那这个残疾里面 这一句话 真的不容易懂 不容易懂 真的不容易懂 如果你真的懂了 中风果师 所讲的这句话 那说明你已经 明星见性了 大车大悟了 你已经误入 中风果师 那种修行的境界了 那今天我们反复 请问师父 那如果我们不懂 这一句话呢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老实念佛 对不对 听话 真干 将来你的心清静了 你就明白了 中风果师 所讲的这句话 但是呢 起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中风果师 在这个句诵里面 它的主要性 是为我们说明什么呢 风云树树千般月 相敬迟迟迟 Ha 始色花 中风果师 最主要在这个地方 是为我们说明什么呢 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流程 它的流程 说法不可失意的微妙 是讲这个道理 比如说我们极乐世界 风吹宝树 像什么呢 像那个美妙的交响业一样 是美妙之中 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这个六成说法不可思议的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当你六根接触六成的时候 都是为我们说法的 比如说 比如说 中文狗是所讲的 比如说 我们在西方体的世界 到我们这个七宝池 七宝池 我们讲的游泳池 这个七宝池 就是我们在西方体的世界 往生西方体的世界 都是在从这个七宝池出现的 在这个七宝池 你在沐浴的时候 这个是比如 比如在经上所讲的 比如你在沐浴的时候 在沐浴当中 你突然间闻到一种香味 一种妙香的香味 而且这个香味 能够让我们什么 能够让我们敏心见心 大色大悟 让我们开悟 这个在七宝池里面 今天我们天天洗澡 进去沐浴 用的最好的肥皂 有没有开悟 有没有 不但没有开悟 常常洗澡当中 有时候起了分别心 是不是 甚至有时候在洗澡 闻到这种的香味 起了一个欲望 起了一个贪欲 天天都是被这个欲望 牵着走 西方起了世界 没有 真的 你在沐浴的时候 闻到这个庙香 你就明清见性了 这么容易 所以在这个环境 真的修行太难了 所以中风果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众生的根性不一样 有的人听经的时候 突然间开悟 我们天天听经 你看师父天天听我们师父上人讲经 五量寿经 讲了一遍 听了一遍 有没有开悟 没有啊 我们天天赌经 有没有开悟 没有啊 所以真的好难啊 有时候甚至想要一个问题 要问我们的老师 没办法遇到 我们只能从网路看到我们的老师 我们师父上人在听间而已 但是有时候有些问题要解决 有些在修行当中 有一些问题要想要来请 我们的师父上人来指点 很难 但是啊 众生的根性真的不一样 我们天天听经 天天赌经 有没有开悟 没有 甚至于有的人啊 在看花的时候 你看这个花 漂不漂亮 那个插花的人 有没有在啊 我们的义工的 不是有插花的吗 每次做三十七年 不是很发心吗 有怎么样把这个花插得漂亮 有没有 让大家欣赏 让大家能种很发喜 让种很开心 很快乐的 想尽办法让这个花 弄得漂亮 有没有开悟 没有 真的没有开悟啊 也是烦恼一大堆 真的不一样 甚至有时候 听到人家批评的时候 心里起烦恼 有没有这样 辛辛苦苦啊 我这边出钱出力 不但没有被人家赞美 又被人家批评 明天我不来了 就只有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人 好难度 所以我发现 搞一个道场 真的很不容易 说实在 真的不容易 最好的是什么 听听讲经 什么都不管 不管人 不管事 不管钱 那个心啊 真的好清静 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的师父上人 太高明了 出家以后 三不管 不管钱 不管人 不管事 天天奖金 他天天过得那种幸福 你看 有福报的人 才会有这样 像我们这个 没有福报的 你要管啊 你不管不行啊 对不对 事情出来了 你要管 道场没钱 你也要去操心啊 像师父啊 师父的道场 那个地方 已经不够用了 隔壁啊 有一个居室啊 不是居室啊 他是听主教的 他是共门很好 跟我的那个 共门跟很好的 一个朋友 他那个房子啊 他要卖掉 师父啊 因为我天天 回向给他 常常回向给他 他说 那有一天啊 回去的时候 他说师父 我想要搬家了 我看啊 道场也不够用 常常把他这个车 停在他门口 他也是 心里面 五话可说 你是又一个法师 我还是没办法 我说你要卖多少 要卖这个 但是佛堂 没那么多钱啊 所以啊 真的耶 不管不行啊 没有那个福报 真的耶 但是 原则上 心 你要保持那种情景 所以啊 众生的根性 真的是不一样 说实在的 有的人呢 在吃饭的时候 他会开悟 吃东西的时候 他会开悟 我们天天吃东西 有没有开悟 没有啊 对不对 一天三餐 有没有开悟 没有 这个是不是真的 真的 你看 释迦牟尼佛在经上 不是为我们介绍了吗 这个叫庙香果吗 大家有没有听过 叫庙香果 那个寺庙的庙香果 那个庙香果啊 在那边的众生啊 他的什么样的根性很利呢 他的舌根独立的 很利的 所以书佛如来 一切诸佛 视线在这个地方度众生啊 不是讲经的 是什么 天天请大家吃饭 天天请大家吃饭 真的耶 在庙香果是这样的 诸佛如来 视线在这个地方度众生 就是用这个方法 天天请大家吃饭 饭吃完了 回到家 各个开悟了 众生啊 真的众生的根性 那个舌根真的好利的 不一样的 庙香果就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地方环境不一样 我们这个环境啊 是耳根很利的 所以一切诸佛如来 出现在这个环境 用什么来弘法呢 用以他的阴身来弘法 所以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每一天不中断的 都是天天讲经 天天教学 用阴身来教学 因为这边的众生 他的耳根很利 你看 我们不要讲别的 我们在做三十七 在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 维挪 临重的这一个人 如果他唱的声音 一般一般一般的 又把那个气氛 都带不起来 有时候你参加这个法会 你会感觉怎么样 哎呀 五金打采的 可能会打瞌睡 哎呀 唱得这样的 开始碰扁心了 这样 但是如果这个 这个临重的人 带动起来 把那个气氛带动起来 念佛那个气氛带动起来 整个法会上 一定很乏喜的 那个气氛一定不一样的 是不是 那个音声不一样 像师傅以前那边出家 常常去看什么 演唱会 为什么喜欢看演唱会 因为我喜欢他的歌声 喜欢他的声音 只要他在办演唱会的时候 我就去看 无论在香港 在新加坡 在哪里 我就去看 为什么 被迷住了 所以啊 众生的根性 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 观世音菩萨 在这个环境 跟众生的演很深 观世音菩萨 以观音 来度众生的 所以在极乐世界的 种种的 众生的根性 真的种种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的人看到 极乐世界的庄严 就开悟了 有时候看到啊 我们极乐世界的 空中的妙音 就开悟了 有时候在这个 七宝池里面 沐浴的时候 就开悟了 根性真的不一样 所以中风果施啊 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所以下面告诉我什么呢 相近此时四色花 四色花所指的是什么 在《谜头经》里面 是为我们说明 这个四色花 都是我们所讲的 极乐世界的七宝石的莲花 这个是表法什么的呢 内容是讲什么呢 为什么中风果施在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 相近此时四色花呢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明天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时间到这个地方 讲到圆满 如果又讲到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包涵 今天很开心 也是很发喜 借这个姻缘 也借这个机会 感恩大家 给我学习的时间 给大家来习讲这个三十七年 最主要的 希望大家 我们好好来念佛 我们好好来发愿 将来啊 我们能够同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 祝大家六十吉祥 祝大家心平安 祝大家阿弥陀佛